大家好,我是灰灰 红枣和苹果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熟悉的食材 很多人都是把苹果直接削了就吃 而红枣则是用来泡水或者是煮汤喝 今天就用这两种非常常见的食材 给大家分享一道瓜油去止汤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苹果放入水里给它打湿 放入一勺食用盐 用水给它搓一下 利用盐的摩擦性 把苹果表面的脏东西和农药残留 给它摩擦干净 再用流动的清水多清洗几遍 把表面的食用盐清洗干净 洗好以后控水捞出 把它放到案板上 先把苹果皮削掉 国外有句谚语 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由此可见 苹果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维生素也很丰富 消耗的苹果皮我们不要扔掉 先放入盘的备用 把苹果对半切开 再分成四份 把苹果糊去掉 用刀切成薄片 苹果的热量很低 100块苹果里面的卡路里为52大卡 放入盘里备用 再往盘里倒点清水 这样的防止氧化变黑 再把红枣放入清水里面 放入一勺食用盐 用手给它抓洗干净 把表面的灰尘和脏东西都给它清洗下来 清洗干净之后 控水捞出 直接把红枣放入锅里 开大火 把红枣里面的水分炒干 炒至表面的水分变干 然后转成小火 继续翻炒 炒至这个红枣变成紫色就可以了 先盛出晾凉备用 把苹果皮直接放入锅里 倒入适量的清水 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关火自然晾凉 晾至不烫手 取出来几颗 我们一次呢不要吃特别多 吃个五六颗就可以了 用剪刀给它剪成小块 顺便把这个枣糊给它去出来 把剩下的红枣放到保鲜袋里面 然后借起来给它秘方保存 这样子在吃的时候呢随吃随取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准备一个干净的大碗 放入一勺的白醋 在选择白醋的时候呢 我们最好是选择尿脏的白醋 这种白醋相对来说口感会比较好一些 加入一勺的蜂蜜 蜂蜜呢可以润肠充便 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把苹果水倒入里面 蜂蜜有很好的美容养颜效果 蜂蜜超过40度就会破坏蜂蜜的重要营养物质 活性酶 所以一定要等水冷却了再往里面倒 最后再把苹果片放入里面 再放入炒好的红枣 让它们在里面浸泡10分钟 一道美味又瘦身的苹果红枣汤就做好了 这道美食的卡路里非常的低 非常适合减肥的朋友们使用 用这个代替晚餐 效果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饱腹感也是非常的强 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户外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 拜拜